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26日宣布 全国降半旗五天 为在美国缅因州爆发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默哀 缅因州枪击案是今年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枪击案 共造成18人死亡 凶手在大街上对人群进行了无差别随机射击 这么多人在大街上散步就被不知道哪冒出来的枪手突然给杀死了 可怕吗 可怕但也没那么可怕 因为美国今年前10个月就已经有3.5万人死于枪击了 平均每天超过100人死亡 所谓的缅因州枪击案看起来可怕 但也不过18人死亡只是个零头而已 倒是拜登因这事就给全国降半旗 我觉得有政治作秀的嫌疑 因为这种枪击案在美国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了 一说美国枪击案很多工知就跳起来说 又聊美国的水深火热了 天天说有意思吗 咋不去看看国内自己的问题 但实际上对美国的问题我们是少说了 而不是多说美国的恶性事件 我们连1%都没有报道 就以美国的枪击案为例 我们中国媒体一至二个月才会报道一次美国的枪击案 即便报道也是一些类似美国刚刚发生了一起枪击案18人死亡的标题 里面的内容就是简单介绍下这件事 白开水一样的文章 堪称是在公事公办的应付差事 实际上99%的美国枪击案 中国媒体都拒绝报道 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才会被中国媒体报道一下 拒绝报道的最大原因就是 美国的枪击案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没意思不值得报道 所以真不是盯着美国人民的水深火热 而是他们水深火热100次以上才有机会被我们简短的报道那么一次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的公开数据 截止2023年10月24日 美国已有超过3.5万人死于枪击 其中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为565起 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定义是单次用枪杀死4人以上 不包括凶手本人 不包括帮派火拼 这才能叫大规模枪击事件 平均每天100人死于枪击 缅因州枪击案这种级别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平均每天要接近两次 根据美国专家的预计 今年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会突破700起 也就是未来两个月还会有140次大规模枪击事件 天天都有 而且每天都有 但是请注意 我上面说的是美国的枪击死亡人数和大规模枪击案件数量 可不是美国的枪击案数量 根据美国警方的数据 每年接到的枪击案报警数量超过100万 光芝加哥就每天超过百起 美国警方每年要处理超过100万起枪击案的意思是 每天美国的警察需要为接近3000起枪击报警电话而出警处理 但还是要注意 这个数据是出现有人向其他公民开枪之后被报警的 还远不是实际的枪击案 如果开枪之后无人报警 警察没有出警处理的话 那是不会被记录在案的 一天至少3000起枪支开火事件 一天至少100人被枪支打死 一天接近两起死亡4人以上的大规模恶性枪击事件 这就是美国枪击案的泛滥程度 在美国被人开了一枪实在是太常见了 因此很难上新闻 实际上美国没有死亡人数特别高的枪击案 如此庞大的死亡人数全是零星碎案积累起来的 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在2017年 一名枪手带着大量武器弹药在拉斯维加斯乡村音乐节上 从酒店高处开枪扫射屠杀了59人 另外导致了500多人受伤 最大规模一次也就59人死亡 平均每年几万人死亡 全是依靠0至1人死亡的无数岁案累积出来的 对了 还有美国青少年死于枪击的数据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青少年的头号死亡原因就是被枪杀 其原文是 美国每天有28名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支暴力 相当于一间高中教室的人数 这使其成为24岁以下青少年的头号杀手 根据西方经济学人公布的全球城市安全指数 2023版排名 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为富裕的华盛顿特区 安全指数高达87.6 但实际上 华盛顿特区每10万人的凶杀率是44 而中国整体每10万人凶杀率才0.5 也就是说 你待在华盛顿特区这种美国最安全的地方 被人杀死的概率也是住在中国的100倍 但是 虽然你待在华盛顿特区被人杀死的概率 是待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100倍 但华盛顿特区却是全球最安全城市的第7名 而中国的城市甚至没有一个有资格出现在前几页里 这种美化和洗白让很多人物认为 美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但实际上 美国的暴力犯罪极为严重 持枪抢劫案和持枪杀人案 堪称是铺天盖地 中国的军医大学里有个科目是治疗枪伤的 严格来说的话 每个想毕业的医生怎么都得找10个枪伤病人练手才行 这才能保证医生对枪伤病人具备最基础的处置熟练度 要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不知道如何处置枪伤 那传出去是会被人笑掉大牙的 但问题来了 中国提供不了那么多枪伤患者给准军医们练手 一个学生就要10个枪伤患者 我在中国上哪给你去找那么多枪伤患者 因此很多毕业生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枪伤患者来练手的 大家默认都是以学理论知识为主 平时碰到几个就练几个随缘不抢球 但军医们要凭高级职称的时候 基本都需要到外国造访一次 很多人就去了美国 原因很多 但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要找枪伤患者练手 同时学习别人处置枪伤的经验 学生们没机会处置枪伤就算了 这都高级职称呈中流砥柱了还不熟练 那就不像话了 而且论处置枪伤的经验和医疗水平 美国医院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 因为能给医生练手的患者太多 这一点你不服不行 这就是美国的底蕴 2022年美国有4.9万人死于枪杀 伤者数倍于此 在美国给医生找几十个枪伤患者练手 那实在是太简单了 对应的 则是在报警中心被记录在案的枪支开火事件 每天超过3000起 隔中国出现 哪怕一次枪支对平民开火事件都一定能上新闻 但在美国这实在是上不了新闻 伪失太多 而那种持枪随机向平民射击 死亡超4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案件 你以为每个都肯定能轰动世界 但实际上这种案子每天在美国都会发生两起 也实在是上不了新闻 只有单次死亡10人以上 才能勉强拿出来说一说 才勉强有被新闻报道的可能性 刚才还说过 实际上美国没有死亡人数特别高的枪击案 如此庞大的死亡人数全是零星碎案积累起来的 持枪报复社会故意随机 杀平民的案例是罕见的 也就一天一例多 死亡人数也大多都是个位数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学习过 如何在枪口面前逃生和保护自己的知识技巧 躲起来很快 整个美国遍布枪支 枪手被火力压制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除非在空旷地区占据高处射击 或者把平民堵死在某些建筑物里 否则枪手很难大量杀人 美国绝大部分枪杀案都是突袭式的持枪抢劫和持枪仇杀 一起案件死亡人甚至死灵人只有伤者 就这硬生生给堆出来了每年被枪杀4.9万人的官方数据 这背后代表着一种怎样的恐怖场景和不安全感 我相信你能感受得出来 美国那么乱还那么多人羡慕 实质上羡慕的是美国人的高收入而已 如果去美国之后收入和中国一致 那亚根就不会有人选择去美国 要是没有高收入支撑 谁愿意去那种被凶杀概率高100倍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国策 是一切围绕经济发展的原因 因为说来说去 美国的唯一优势也就是有钱了 这个因素重要到简直就是一郡遮百丑 一旦等中国的人均收入追上美国 那去美国屠啥 屠在美国被种族歧视 屠在美国被凶杀概率高 当然 虽然美国的持枪凶杀案铺天盖地 但我们并不会报道美国的这些事 因为报道太多了 伪食没意思 每一只二个月选一个大的枪击案提一嘴也就算了 否则读者绝对嫌烦 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媒体是在刻意关注美国的水深火热 恰恰相反是美国的这些迫事太多了 我们实在报道不过来 于是只能精选极少一部分来进行报道 如果美国出一起枪击案 我们就要报道一起 那一天至少报道3000起 每小时要报道125起 每分钟要报道两起 持续不断地刷平时报道 如果真有中国媒体敢这么干 那绝对流量暴跌再也没人看 因为确实很惹人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